这个桥下这个桥不大 但是里面有灰身 看见没有 因为它这个一边低一边高 很响是吧 然后这就是从这就很多人在这玩 他们叫Vikingashach 就是围巾国际象棋 围巾象棋 就在地上树的王啊 后啊 有个王一边是王一边后 有意思啊 这个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下来了 还开着花的 以前没有这个树 这应该是一个岛 这个岛可能 然后长水了就把它淹了 但是以前有没这么大 这十年了 已经长大了 我以前就是从来没注意 今天是性之所致 然后看完这个 就综合牙科综合诊所 做深入检查 然后我就顺便过来看看 因为也在河边那个诊所 所以那时候我是 我的印象最深 那时候我经常是骑自行车 不长把 怎么说 对 骑自行车不长把 从这儿骑 相当于我的青春 在德国的青春 很有意思啊 前面还有儿童运动场 现在应该还有吧 还有那种 德国十分注重培养儿童的独立精神 然后我刚才没拍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美女 六十多岁退休 应该是退休的化妆 化得很妖艳的 她还装着 她表现的这个 那种就是怎么样 又高兴又装着矜持的那种 样子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拍到 因为这录就没拍进去 但是她不知道 前面还有 看见没有 那木桩 如果大家翻我的账户的话 还能看见我们以前在这儿 那儿我很少拍视频好像 在这儿念功夫的照片 就在旁边 很多人 很多人跟我学 因为这个地方是运动场 休闲场所 站那儿 要么站桩 要么打坐 要么练慢动作 要么推手 还是很有特色 很吸引人的 前面就有一个桥 过桥就是地铁站 然后是大连超市 然后还有一个啤酒厂 还有一个高中什么的 这个牛顿堡监狱就在对岸 将来当年牛顿堡纳粹审判 也是在对岸这个地方的司法中心 其实就是当年那边国王的 叫什么法庭 很大的 非常大的 就是古建筑 里面那个中文介绍 纳粹审判的中文 介绍的中文翻译 还是我审得搞 因为他们找到台湾 香港的人 翻译的 而且都是 他们都是 就是叫什么 跟着老公过来的 所以文化程度也不高 而且这个普通话的水平 造一步是特别高 所以他们请我帮忙审核了一下 然后前面还有一棵银杏树 是他们这个为了纪念 用银杏是所谓不朽嘛 刘敦堡跟中国是友好城市 姊妹城市跟中国深圳 跟中国的经济观也很好 刘敦堡是玩具之都嘛 全球玩具之都 他们的玩具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特别是深圳 尤其公寓那些 刘敦堡曾经也爆发过丑闻 说是这个铅含量过高嘛 一定能含铅 他们当然有意思 他们用这个银杏树 来作为这个人权树 上面也有中文的条款 就是国际人权宣言 联合国人权宣言 长期不说中文 有时候舌头钻不过来了 然后就是用来记载这个长青 刚才这个美女好像是认识我 我们一起学个法律 我现在 我现在对一切 我现在就成 得道了 对一切都不在乎 这上面说的叫 Bewagons Park 就这边是运动公园 上面就有 上面 有各种这个 哪是搞健身的 哪可以这个 划船 人啊 骑车啊 这 然后这 这一块儿就是儿童运动场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以前主要是在这个小圈内 你看这个围起来 像一个围起来的东西 这可能是以前也是一个建筑 像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说明 以前我好像都没有注意看 那个实备上的说明 看一下 以前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一块 这一块儿 然后在这路边 特别这个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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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哪些框旁边 插一个牌子 当时我起的名字叫无意道 就是 无意叫什么 无意是争议中国的所谓的功夫的哲学 这上面是游泳场 他们叫露天游泳馆 就是露天游泳馆 你可以在外面游泳 也可以跳水 然后它有室内的游泳池 可能以前是这个地方 或者是对面 我不知道我看一下 佩格尼斯 就是这条河叫佩格尼斯 佩格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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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兄弟会 很有意思 值得一看